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颜值高才华骚的不正经小说家 很高兴要跟大家见面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 在豆破苍穹的开局中 我们都知道 耀老是斗尊级别的强者 在小说的中前期 基本上斗尊就是最高的等级了 就算是小说后期大决战的时候 尊者也是非常重要的战斗力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下 豆破苍穹的十大尊者吧 第十名唐震 唐震的等级是五星斗尊 她是焚岩谷的谷主 掌握着九龙雷刚火和山荣鼻 不管是修伪还是炼药师等级都很高 是小说中戏份比较多的一个配角 在小说中 她对硝烟很欣赏 曾经和硝烟联手炼制了 七品高级丹药 火蒲滩 第九名摘星老鬼 摘星老鬼是魂殿 在王魂山脉的一位天尊 实力在五星斗尊巅峰 负责看管被囚禁的药臣 当初硝烟来营救药臣的时候 就跟摘星老鬼打了一架 最后成功重闯 并斩掉摘星老鬼的一条手臂 后来摘星老鬼还跟硝烟争夺斗胜骨骸 最终在星影阁事件中 被硝烟一掌击杀 第八名黑白尊者 黑尊者和白尊者也是五魂殿的天尊 实力虽然也是五星斗尊巅峰 但是会比摘星老鬼强上一些 当初在《亡魂山脉》中 他们还出面追杀硝烟和封尊者等人 不过却没有成功 让硝烟他们跑掉了 后来在星影阁事件中 被禁忌城半生的药老轻松重创 第七名古妖 古妖是古族黑眼君的修罗统领 实力在八星斗尊左右 当初在古族成人旅上 他挑战硝烟 结果被只有五星斗尊实力的硝烟越即打败 不过虽然输了 但毕竟对手是主角 各种外挂加起来输了其实也很正常 第六名云韵 云韵一出场只是窦狂强者 后来因为云兰宗和硝烟起了中途后 选择了卸任宗主的位置 后来云兰宗被灭后 云韵就去了中州 在中州云韵得到了花宗宗主花玉的传承 然后在硝烟的帮助下 继承花宗宗主的位置 同时还炼化了花玉传承的斗器 实力达到八星斗尊 由于视频长度的影响 剩下的五个尊者将会在下个视频中出现 小伙伴们觉得哪个斗尊能夺得榜首呢